詹麗恩就說 國際事務詹麗恩右手 這個 當教授 他們兩位都對 國際政治 還有國際安全的議題 都非常熟悉 所以請他們兩位來 說說他們的做法 那個看法 分析一下 阿富汗的 這麼快就被塔利班 這個掌控 然後未來的後續的發展會是什麼 來做這個報告 那 我個人的這個 先說一說 我們召開 今天的這樣的記者會的原因 因為阿富汗的問題 說實話是 在國際上下都成了頭版頭條的 這樣一個消息 那在台灣有很多的朋友們 大概也心裡有很多的不安 就像是當年目睹這個西貨武淪陷 越南被完全的占據 的那個心情一樣 這樣 那有很多的擔心說 那阿富汗目前正在發生這些 這個這麼快速的就被塔利班所奪 多戰 那美國的這樣有 迅速的撤券 那台灣因為長期都有安全上的 所以有很多人會有這種類比 或聯想這樣 所以我想我們開這個記者會 通時可以理清一些問題 我現在講就是說 阿富汗之所以會 這麼快就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當然跟阿富汗的政府 原來的政府 這個作戰的意志力太低 然後貪污腐化情形太嚴重了 那這個全球連結指數 阿富汗是全球 貪污最嚴重的國家 來第三名 所以這個當然會影響到人民的觀感 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度 然後當然他們也整體來講 他政府軍的作戰的意志力 當然也比較的薄弱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阿富汗一直有一個傳統 就是他們堅決的對抗 進入阿富汗的外國的軍隊 所以它的外號叫做帝國的分場 他們打敗過英國的軍隊 打敗過俄國的軍隊 所以現在他們打敗了美國軍隊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個民主主義的戰爭 甚至是個宗教的戰爭 所以塔利班的戰鬥意志是很強的 而且他很成功的宣傳讓人民認為 美國是個侵略者 所以把美國趕出阿富汗 等於是阿富汗人民的這樣的一種傳統 文化傳統之一 歷史的這一部分 但是整體而言 最重要的可能是因為 美國撤軍的計畫 太粗糙 太倉促 規劃這個嚴重的不周 才加速了阿富汗的這樣一個敗亡 坦白講 阿富汗是遲早是落入塔利班的手足 美國的評估 從這些多數觀察家 大概都這樣認為 可是這樣的 迅速的到來 這樣快的被塔利班 就控制了這個阿富汗的全境 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那我個人認為其實那個導火線 真正的導火線 就是7月2號巴格蘭的那個撤軍的行動 清晨三點 美國的軍隊趁著夜色 沖沖茫茫的撤出巴格蘭 這個美國在阿富汗的最大的空軍基地 到天亮的時候 阿富汗的指揮官才發現 美國軍隊全部撤光了 留下一些車輛 還有五千名的囚犯 主要是被捕捉了 支持塔利班的這些軍人 所以這個讓阿富汗的政府軍 整個心防崩潔了 整個戰鬥意志就瓦解了 他們就認為說 美國現在就是要不顧一千 不顧他作為超級強權的 這樣一個顏面 這樣一個地位 他就是急著要逃離阿富汗 那在長期依賴美國作戰的這些 政府軍就認為說 那完蛋了 阿富汗完蛋了 所以很快就有阿富汗的士兵 逃亡到塔吉克去 因為這裡面有相當程度 塔吉克人 阿富汗的民主很複雜 其中的比較大的一支的其中之一 就是塔吉克人 他們就逃到塔吉克過去了 所以這個粗糙 不是我們在這裡批評 是美國國內也不只有共和黨 連民主黨自己都認為 這個計劃太倉促 而執行的這樣的一個效率呢 也非常的長 沒有按照原來的 原來的計劃就很粗糙 又沒有按照原來的計劃來進行 那其實這個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就是越戰的陰影又回來了 那從1975年的4月 西貢淪陷 到1990年 美國開始派軍到波斯灣 然後再次年發動戰爭 中間大概相隔16年 也就是說美國其實是整整 花了16年 才走出當年越南淪陷的那個陰影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的就是 阿富汗人民蜂擁像潮水一樣 湧進了阿富汗的這樣的一個機場 克布爾機場 然後開始也出現 塔利班的那樣的一個政治的面目 的那一面 原來的那一面 譬如說 之前的女記者要採訪阿富汗 這個塔利班的戰士 塔利班在這個角 你站到一邊去 因為你是女人 這個會很震撼 因為塔利班 本來就對婦女非常的歧視 所以 那一種 塔利班這個 破壞阿富汗人民的那個消息 會不斷出來未來 因為畢竟有這麼多的這個翻譯 美軍的翻譯 還有情報人員 軍人 警察 還有那些官員 這些大家都 塔利班要報復的對象 對他們來講 這就是 美國再怎麼接 也接不完這些人 這些人 多數的這些人 跟他們的家裡人 你要嘛就逃出去 要嘛就只有留下來 所以他們 絕對是被破壞的對象 這種消息會 層出不窮的出來 特別那個難民 湧到巴基斯坦 還有其他的國家 那樣的一個畫面 會不斷的出現 所以美國人 會非常的憤怒 因為花了一兆美金 20年來 然後呢 美軍死了2448個人 然後跟美國簽合約 去當軍事的這樣的一個 合約者 或者是叫拼骨人員的這些人 死亡3846人 受傷的人更多 那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死了這麼多美國人 傷了這麼多美國人 最後卻是用這種方式 撤離阿富汗 然後阿富汗人民現在 開始要恢復到水生火落的生活 所以美國人民會非常的自責 非常的內疚 然後也會非常的憤怒 所以會有很長的時間 那個阿富汗的陰影 沒有辦法逃領 會在美國社會裡面 繼續醞釀 在那邊發酵 所以會有很長的時間 我如果美國根本不敢派大軍 到海外去作戰 這個我老覺得 我們要去記住了這樣 我最後只想講的就是說 台灣 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現在開始有一些類比 說今天的阿富汗可能是明天的台灣 我想這樣的類比是很不恰當的 因為畢竟台灣跟阿富汗的差距是很大的 因為兩岸之間畢竟是有一個 說小也並不小的台灣海峽 說寬並不寬 但說不寬也還蠻寬的一個台灣海峽相隔 而台灣跟阿富汗也不太一樣 阿富汗是個高遠 然後地形非常的崎嶇不平 有些還是完全的沙漠地區 冬天酷寒下大雪 夏天的酷熱 這些都非常不利 這個機械化部隊的這樣的一個作戰 台灣相對來看有一個這個海峽 所以大部分的戰爭 大概會先在海上跟空中進行 那台灣目前來講 我們的路上跟空中的武力 還有反登陸的這個武力並不弱 我也不認為台灣的作戰的意志力 會那樣子的剝弱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相比的 但是有一點有一點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深深地放在心裡 第一點就是20年前 美國進軍阿富汗 20年後美國撤離阿富汗 從拜登總統到多數美國人民 都認為這兩件事完全不一樣 一個進軍一個撤軍 但是都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當年跟我們斷交 現在回過頭來拉攏台灣 美國組織者也認為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國際政策學的大師 摩根福爾說過一句話 外交政策就是反映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 可是對一個小國來講 我們肯定要記住了 解釋國家利益是什麼 那個權力啊 常常是在強者的手上 不是在弱者的一方 尤其美國的外交政策 要怎麼做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而什麼樣的環境 是適合美國追求他的國家利益 這個解釋權 決定權是在華府 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國家 所以大概我們必須要注意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可能 美國對我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還是要設法 來擴大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 我們可能也要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而這裡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 跟美國國家利益 不會完全是一致的 全世界沒有兩個國家的國家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在追求對外政策 兩岸關係 的同時我們要去想就是說 怎麼追求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 美國有國家利益要追求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要追求 相符合的時候 對中華民國最好 不符合的時候 我們要設法要生存下來 所以我們要依賴美國 但是顯然不應該全然的依賴 我們要有自己的想法 也要有自己的戰略 用這些東西來保護我們自己 這個我說的太多了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請歐部長 各位記者朋友 剛剛我們林昭吉爾已經提到 第一次阿富汗撤軍 跟當時從西貢撤軍 這個實在是非常的類似 都是打了二十年戰盡以後 捲擊都是阿美軍落荒而逃 而美國政府支持的政權 也迅順融亡 北約很快就完成越南的統一 而現在塔利班分子也是勢如破竹 快速向首都推進 預計很快會拿下政權 一二強權的國際地位跟影響力 不只靠強大的軍事力量 更重要的是 它履行國際承諾的政治意願 在越戰時期 美國的國力可以說是處於巔峰狀態 而那個時候它的政治意願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美國政府 終究還是屈服於國內的反戰壓力 背叛了它的國際承諾 那麼這一次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顯然是因為長期在海外用兵 大量耗費國家資源 嚴重影響到國家的建設發展 尤其是眼界中國大陸的崛起 已經對美國的國際霸權地位造成很大的壓力 而這個壓力就動搖了 美國履行國際承諾的政治意願 那麼美國這個舉動 雖然是有損它的國際信用 但是實際上是很務實的做法 不過這個做法也讓國際社會警覺到 美國的承諾是不可靠的 美國的誠信可以說是已經完全破產 尤其是注意的是 美國最親密的盟方英國 反而是對美國政府批評 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強烈 連美國自己的媒體 紐約時報都警告說台灣 說美國是不可信任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形勢下 雖然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是結合盟友共同行動 以替代川普時期的獨斷獨行 但是美國必須加倍努力展現誠意 而且要不忘記考慮盟友的立場跟利益 才有可能贏回盟友對美國的信任 不過這恐怕很難以遂限它結盟的目標 那麼美國事實上為了它的國家戰略利益 長期以來是貫用假戒捍衛人權 以及進行反恐戰爭之名 並且以無辜生命為代價 入侵韓國造成無數不佳 陷入混亂民不聊生 阿富汗撤軍又增加了一個比例 美國國際形象也再度受使 連帶也降低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美國已經沒有力量再繼續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那麼拜登在宣布撤軍的時候 還說阿富汗戰爭是阿富汗自己的戰爭 應該自己解決 既然這樣那麼二十年前 你為什麼又干涉內政 介入阿富汗戰爭呢 其實美國在海外用兵到處用兵 哪一次不是干涉人家內政 哪一次不是介入人家自己的事情 而且按照拜登的邏輯來講 既然美國政府一再重申 尊重一中原則 那麼兩岸一旦開戰 這也是我們自己的戰爭 我們自己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要尊重你自己說的話 不要介入 讓我們自己解決 而且美國政府告訴阿富汗政府 說美軍撤出以後 阿富汗政府已經至少會成六個月到一年 這不就是明白告訴他 你終究是會被打敗的 這當然就很嚴重的影響到阿富汗軍隊的士氣 而且你撤了六個月一年以後 又如何 這不是你明白告訴你 要嘛出逃要嘛投降 美國政府這種做法 非常不到 根據媒體的觀察跟報導 目前的塔利班分子 好像已經不像 以前那樣的偏激 責任以後 可能採取比較溫和的政策 我當然是 但願這個推測是正確的 假如這樣的話 對地區和平安定 應該是會有所幫助 目前西方國家 慌亂成一團 忙於撤退 使館人員撤僑 而中國納事館好像顯得比較淡定 而且7月28號 塔利班的二號人物 馬拉大還在天津跟王毅會的面 據報導 在會晤中 馬拉大表示 希望獲得中國的經濟援助 那麼就中國來說 為了降低 塔利班政府 對僵獨的支持 有必要討好 維持跟塔利班政府的良好關係 所以我認為 極有可能 中國大陸會跟塔利班政府進行合作 事實上也具身在王毅跟白拉大爾的會晤中 王毅已經邀請塔利班政府 一旦執政參加一旦一路的計劃 那麼種種一向顯示 中國大陸的塔利班以及該地區的影響力 是在提升當中 而且進而提升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與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造成反差的發展 也進一步的增強了 所謂的東升西降的情勢 那麼阿富汗事件 讓我想到台灣的處境 我們六日國安部長在立法院答覆諮詢的時候 都表示 如果大陸武力犯財 我們可以支撐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那麼我要問的是 然後呢 那我們的士兵 為什麼要為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來 打仗 冒生命的風險呢 我們士兵還會有士氣來打這個仗嗎 那麼問題是 民進黨政府 以及利益人士 目前都深陷在美國會救我們的迷思當中 認為只要能撐一個禮拜以上 就可以等到美國來營救我們 事實上 美國從來就沒有承諾會派兵救我們 他們所有的相關的發言 都是說協助我們 對抗中國大陸的武器 那麼如何協助呢 不外乎派顧問團啊 協助訓練啊 此外啊 美國一直以來 不再強 一再地強調 故意 台灣應該加強自身的防衛力量 目的就是要把他貸款的武器 高降賣給我們 把我們戰爭裁 那麼各位想這樣的協助啊 能救得了台灣嗎 有一點可以確定 就是美國絕對不會派他的子弟兵 為我們送死 即使美國派兵援助 最大的可能是到時候 美國還是拍拍屁股落荒而逃 到時候台灣 是不是也是會落得跟越南阿富汗一樣的下場呢 更何況 更何況 北越 塔利班的兵力 和中國大陸的兵力 來比較的話 那就是不可同日而已 那麼美國連北越 塔利班的這種兵力 他都打得這麼的狼狽 所以你能想像 美國一旦對上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話 美國的下場會有多難看 那麼在民進黨執政下 兩岸關係持續緊張 我當然不希望看到兩岸兵戎相見 但是無論如何 一旦動 大家想想看 會是北京先動手呢 還是台北先動手 我想答案很清楚 當然是北京先動手 他的作戰計劃必然是閃電戰 必然是不會給國際社會介入的時間 也不會讓台灣有反擊的時間跟能力 所以我是認同馬英九總統所說的 他的看法 首戰及中戰 這個臺灣先生說 希望阿富汗事件不要成為台灣的前車之艦 我也但願如此 那就要看Mina 政府如何妥善處理美中海的關係 謝謝 謝謝歐部長 我們現在請接政 是謝謝召集人 謝謝部長 今天很榮幸邀請來參加這個 跟媒體的座談 我今天早上剛好也在一個報紙 發表一個專欄 這些專欄非常的痛苦 因為大家我想大概台北 所以大部分的人對阿富汗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麼所以我選擇的角度就是從中國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在這一方面 再折射回來台灣 那其實阿富汗的這個問題已經20年了 當初美軍 當初美軍進入阿富汗要做的事情跟後來的發展是不一樣的 美國當初 美國當初進入阿富汗是為了要清剿 要改達組織 要把這個恐怖分子逮捕 這是他初始的目的 到後來呢 變成了Nation Building 變成了 就這個攤子收不了 收不了以後就變成 要協助扶植一個美國所比較喜歡的一個政府 其實我們倒退20年來看 小布希總統的整體國安戰略 其實Regime Change 就是改變他國的政府 那麼使他能夠比較傾向西方 本來就是他的國家安全戰略 那麼可是在Nation Building上面 耗日廢時 美國也因為在阿富汗這麼長的時間 而把自己的國力走向下坡 各方有很多檢討 中間有一部分是因為 美國也發現阿富汗內部情勢相當的複雜 政治團體 部落囚長部很多 那麼所以 可以說是一國多治的一個情況 各自為政 那麼到最後變成一個扶不起的泥巴牆 那麼任何再好再多的錢 再好的設計 再好的部隊訓練 教官 都沒有辦法組織一個可以統合整個阿富汗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和軍事力量 所以才會有 今天我們看到的這樣的結果 剛剛召集員講的我非常同意 拜登總統所做的是一個痛苦的 但是正確的政治決定 因為美國必須要直決 如果美國在持續的耗費他的國力 資源還有軍事的生命在阿富汗 看不到結束的時候 只會不斷的消耗 可是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感受 是因為 美國竟然做出了一個低於我們期待水平的 撤離規劃 那麼讓我們看到了美軍 在21世紀號稱地表最強戰鬥部隊 他在撤離計劃上顯示不出來是一個節制之師 丟掉了太多的有價值的武器裝備 只把人員撤離 那麼當然會讓 尤其是我們作為美國朋友的中華民國 內心有很多的感觸 大家最關心的是 台灣跟這個阿富汗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昨天大家就喊出來了什麼 昨日 今日 明日 這些口號 我也贊同趙吉仁講的 有些類比很容易朗朗上口 也好像有一定比例的觸動了我們自己的思緒 但是作為一個研究 嚴謹的政策分析角度來看 台灣跟阿富汗不一樣 但是感覺有相同 台灣跟阿富汗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跟美國無同盟 無邦交 無駐軍 無聯訓 無聯演 五個都沒有 既沒有邦交也不是同盟關係 美國也沒有駐軍在台灣 美國 美軍跟我們沒有聯合訓練 美國跟我們也沒有聯合演習 所以 大家媒體下標 有些為了節省這個制術 會說協訪台灣 其實那句話是協助台灣自我防衛 而不是來幫忙打仗 美國會 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如果台灣有事 他表達大概有四個階層 第一個 我自己的感受 第一個 就是國內民眾的想法 第一個 是美國替我們打 我們只要搬椅子就好 第二個 是美國跟我們打同盟作戰 一起打 並肩作戰 也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五個無 所以幾乎不會發生 第三種呢 是 美軍會出兵 但是不會參戰 美國會擺出一個態勢 去營造 去形塑一個態勢 但是美軍不會跟解放軍動手 那第四個呢 就是美國國會 譴責政府發表證明 然後進行外交干預 大概這四種 如果台海有事 美國最快馬上可以做的 就是第四種 然後最多做到第三種 一跟二 都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國內民眾 這並不是美國背棄台灣 而是美國沒有辦法幫助我們 沒有聯合訓練演習 就不可能打同盟作戰 因為這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那麼 另外 我們跟阿富汗不一樣 阿富汗是一個衰敗國家 剛剛講貪污 它自己是一個失能的衰敗國家 台灣不是 台灣是民主的典範 被全世界鼓掌 第二個 台灣只有一個國軍 台灣沒有 還有漢軍 也沒有在打內戰 所以沒有美國幫哪一方 對付另外一方的問題 國軍就是政府軍 也只有一個 第三個 阿富汗是非常分散的 很難中央政府管理 治理的一個分散的 部落族裔 還有不同教派 的分散體 而台灣是高度城市化 高度集中 的一個環境 再來一個就是知識水平 阿富汗人的 市自率 遠遠遠遠遠低於台灣 遠遠低於中國大陸 所以 所以為什麼美軍 花那麼多錢沒有辦法 訓練出阿富汗政府軍 我們不要講說他有沒有 戰爭戰鬥意志 光教會他們 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市自率很低 所以對於美國進去協助的 不管是美軍 或者是合約商 都感到非常的挫折 另外台灣跟阿富汗不一樣 是對手不一樣 美軍那時候 美軍的對手是塔利班 的武裝組織 如果台海有事的話 美軍的對手是 是亞洲最強 人民解放軍 當然不一樣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 因為我們 跟現在阿富汗的局勢 有它相同的地方 第一個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 台灣跟阿富汗 台灣 對美國來講 美國在台灣只有撤僑的問題 沒有撤軍的問題 那麼大概有幾千人到 一兩萬 這個美國公民 要看他的範圍 撤僑 但是因為台灣沒有美軍 所以沒有撤軍的問題 那麼跟阿富汗比較相同的 就是剛剛歐部長 一再地說 美國 英國 有太多的 這幾天 不管是從Twitter LinkedIn 各報章 雜誌 評論 電視 講得最最最傷的 就是美國的credibility 跟他的reliability 跟他的reliability 就是美國的可信度 跟 可信賴度 美國的信用度跟可信賴度 受到嚴重的灼傷 而且不會在短期之內 讓所有的盟邦 朋友 放心 美國要花很多的時間 來重建 那麼講到這裡的話 大家最擔心的還是 如果中共武力反海 中國大陸 美軍會不會幫助我們 對不對 可是我自己從事很多 對美交流 我很多數字 我不敢給美國人看 在我們現在正在改革的後背 動員體制之前 將來會改成什麼樣子 不是很清楚 那過去是兩年 才有一次可能被抽到的 五天的叫早 這個我不敢跟美國人講 因為這個講完以後 美國說那你們自己去玩好了 我們不會犧牲美國子弟的性命 去救一個不願意捍衛自己國家 後背體系如此鬆散的國家 我也不敢給美國人看民調 說18歲到19歲的年輕人 有90%幾 願意自己和他的家人 為台灣而戰 但是到回答第二題的時候 有將近80%不願意恢復這個名字 這些數字拿給美國人看 不是我們對美國失去信心 是美國對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 失去信心 我們還沒有講到編列國防預算 跟軍購 光這些 就可以感受出來 再下一點我要講的就是 其實從對日抗戰 到台銅保衛 我們不講太遠 如果沒有古寧頭的犧牲 823炮戰也是我們自己 先付出慘痛的代價 美元才會到 古寧頭的時候沒有共同防禦條約 823炮戰的時候已經有共同防禦條約了 可是美軍真正的協助 援助到位 都是我們自己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以後 而不被擊潰 美國才會出手來協助我們 所以最後我要講 其實 談戰爭很容易 尤其是我們現在不缺鍵盤打 每天都在鍵盤上打 可是真正台灣的發展 是要維持台海的和平 因為我始終相信 不打就贏 不戰為勝 只要兩岸不發生戰爭 尤其是在未來幾年 我們面對兇險很多 如何維持讓中共中央軍委 無法下達決心 才是我們最重要努力的目標 與其期待美國來相救 不如我們自己做好 一個穩定台海和平的一個角色 謝謝 謝謝唐教授 我想台灣在美國的什麼地方 台灣跟阿富汗的戰略價值是不太一樣的 我剛講美國當時進軍阿富汗二十年前 多數的 絕大多數美國是支持的 因為人家都打到你家裡來了 而且911這個攻擊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就看到他到了就倒下去 然後幾千人就埋在底下 連美國國防部都被攻擊了 都被攻擊都缺了一個角 還死了呢 所以這是數可能數不可能 美國當然認為去攻打阿富汗 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 可是事後大家去想想看 某一點來講 這也是孫子兵法要高階主政者的 就是怒而心思 就你非常的憤怒 所以你馬上發動大軍 既打阿富汗也打伊拉克這樣子 就美國後來其實去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 真正在戰略上來講 阿富汗的價值是不大的 對美國來講那是屬於非常邊緣的 這樣的一個利益 台灣的戰略地位相對阿富汗來講 是重要很多 因為它是連結東北亞跟東南亞的 這樣的一個關鍵的地位 而且是在第一島鏈的這個位置上面 這樣 那以美國現在全力在防堵中共來說 如果丟掉台灣的話 那就等於美國的防線被刺刀捅了一個口 大概 中共的空軍 海軍的力量 就直接就穿過第一島鏈 進入第二島鏈 進入太平洋的深處 這個大概是美國沒有 沒有辦法去忍受了 所以今天不是美國多喜歡台灣 而是美國在對抗中共的時候 不希望台灣落到中國大陸的手上 所以台灣的戰略價值 是經過美國的詳細冷靜 仔細的評估之後 認為台灣是很重要的 阿富汗的問題是 美國剛剛黃教授也講 最主要就是要報復賓阿登的凱達組織攻擊美國 所以到2011年5月2號 賓阿登被殺之後呢 事實上美國的恨已經去掉一大半了 美歐開始是想的是 如何用最快的速度離開阿富汗 所以 當時說攻打阿富汗 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這個是 這個國家利益是被誇大出來了 最主要是基於那種恨意 那種要報復的欲望 所渲染出來的國家利益 阿富汗對歐國可能非常重要 因為涉及到中亞的問題 對印度也可能很重要 可是對美國來講 那是個很遙遠的地方 其實並不是那樣子的重要 相對來看台灣真的是 比較的重要 但是我剛剛也講了 國家利益是會改變的 台灣一直都在這裡 但是美國給我們斷交 再回來巴結我們 是同樣的台灣 同樣的中華民國 同樣兩千三百萬人 同樣是台風金馬 可是美國國家利益就改變了 美國的外交的決策就改變了 所以這個也就是說 讓小國會害怕擔心的地方 就是說大國的靈活度 常常超乎你的意料之外 大國對國家利益的看法 是會變的 是動盪的 今天的國家利益在明天 可能為了更大的國家利益 就可以把今天的國家利益 就可以放棄了 所以台灣很重要 但是如何拉攏中國大陸 結束越戰 然後同時對抗蘇聯 對當時的尼克森政府 跟後繼的福特 甚至雷根政府 都是很重要的 當然是卡特 卡特尤其這樣認為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 我們大概沒有太多選擇 我們只有跟美國做朋友 美國必須是全世界唯一 願意出售武器 給中華民國的這樣一個國家 美國也唯一有能力 在最短的時間 集結最大規模的軍力 投射到地表最遙遠地方的 唯一的國家 所以我們台灣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 我們如果不依賴美國 你認為台灣可以依賴誰 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是深思的 但另外一個要深思的地方 就是說 不要有過度依賴的問題出現 我覺得台灣現在有一點點的 開始到了一個邊際 就對美國開始有太多的這樣一個依賴 所以阿富汗的問題 唯一的好處在哪裡 就提醒台灣 美國非常重要 但是不能完全依賴美國 因為美國的國家利益 是會隨著它的權勢 而有所改變的 美國的國家利益不是由我們來定義 不是由中華民國來定義 來決定的 如果要問我最後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要說的是說 政治是最重要的 所有這一切 我們看到的戰爭 都是因為政治的方式 沒有辦法解決 兩國或多國之間的歧見 所以才爆發了 因為會議桌上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就到外面 到戰場去打一仗 你會發現人家在房間裡面吵架 就會說 那我們到外面談 到外面就是到外面打 不是到外面談 所以政治問題 是戰爭的根源 所以柯勞善為之 我想講的是很對 戰爭就是政治 以其他方式的延長 戰爭就是政治 所以為什麼叫邊打邊談邊談邊打 就是你戰爭爆發的原因是政治 到了戰爭爆發以後 依然是政治操控你的戰爭的目標 是操控你戰爭的速度 尤其操控你最後戰爭的結果 一切都是政治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 可是台灣現在思考太多的是 一切都是軍事 這個軍事就是 中國大陸不夠強 台灣非常強 美國最強 不是我們跟中國大陸要打仗 如果大陸鼓勵犯台的話 是美國一定會來打仗 美國俠著龐大的軍力 不用到陸地上 海上空中就會擊垮中國大陸 這樣一個想法 基本上來講是多數台灣人的想法 不分黨派 多數台灣人 大家都有這樣一個想法 可是要一個假設 萬全之際要一個假設 就是說萬一他不來 越南會淪陷的這麼快 其中之一是跟水門案件有關 如果不是水門案件 讓尼克森動彈不得 讓尼克森政府動彈不得的話 北約沒有那麼大的膽子 改這麼快 以這麼快的速度 這麼強的兵力 去攻打越南的目標 而美國也不會這麼遲鈍 美國也不會 禁服做事不管的樣子 看著越南的文件 因為尼克森後來就下台了 福特上來要背著 赦免尼克斯的原罪 他根本沒有辦法 好好的整合美國的力量 去處理越南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太多的因素會影響 美國對外的作為 那個因素可能是國際的因素 也可能是國內的因素 而這些都不是台灣可以決定的 可以替美國決定的 因為我們不是神 所以這就回到原來的地方 我為什麼要講政治很重要 我們軍事上外交上 甚至高科技上面 要高度的依賴美國 這是個事實 任何人主政 美國國民黨主政 依然對中國 對美國是有這麼大的依賴 要不然你的武器從哪裡買 國民黨主政也買了這麼多武器 你要跟誰買 你告訴我 如果美國不賣給你 可是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跟民進黨最大不同 我們依賴美國 我們這個 非常的依賴美國的善意 我們非常的重視跟美國的友誼 我們跟美國是擁抱的 但是同一個時間 國民黨願意伸出手 跟中國大陸揮揮手 或是握一下手 擁抱美國的同時 國民黨並沒有忘記 跟中國大陸維持穩定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試著跟中國大陸握個手 所以雙方官方的交流是非常暢通的 現在令我們不安的是 兩岸之間官方溝通的管道 完全是切斷了 所以雙方如果有什麼誤會 有什麼疑慮的話 沒有辦法透過官方的管道來解決 這是我們真正擔心的 所以我記得 我以前說過 在寫一本書的時候 說了一句話說 兩岸政治關係要怎麼處理 軍事上不要讓中國大陸太樂觀 不要讓中國大陸覺得說 我不用兵則以 我一用兵 我就立刻就把台灣擊垮 美國人到來以前 就跟歐部長講了 以前的部長我在當立委是這樣啊 台灣可以守多久 民進黨立委最喜歡問這個問題 一個禮拜還是兩個禮拜 你知道這部長怎麼回答 而且看起來民進黨對自己都沒有信心 要不然你怎麼問這個問題呢 我們國民黨立委從來都不會問這個疑慎的問題啊 當然可以守而且可以守很久啊 所以民進黨在講台灣 國民黨沒有信心 民進黨最沒有信心 在我們問這種疑慎的問題 而且一再的問 所以我們要問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軍事上不要讓中國大陸太樂觀 樂觀到他可以隨便對台灣發動攻擊 國民黨主政這麼多年 中國大陸就是沒有辦法對用兵太樂觀 所以不敢對台灣用兵 所以國民黨主政期間是全力在建軍的 並沒有鬆懈 這個是中共不敢武力犯台的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靠美國人 那美國給我們斷交的時候 那中美共同防疫條約結束的時候 那是怎麼過來 停過來的 可是政治上我們還是覺得 就是說我說的另外下面那段話就 政治上不要讓中國大陸太悲觀 不要悲觀到認為說 我跟你台灣根本談都不談 你是瞧不起我的 你是甩都不甩我的 我是再也沒有辦法在會議桌上跟你談事情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請問你中國大陸鷹派是不是就會崛起 中國大陸鷹派是不是就會告訴中國領導人 既然談都不能談為什麼不打呢 不就是兩條路嗎 不是就合要不就是戰嗎 不就是談嗎就是打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犯了最大的錯誤 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中國大陸那個政權 那個共產制度我想絕大多數 國民黨的支持者也不喜歡 中國大陸的自治制度 馬英九每次到六四就要講話 就是認為中國大陸解決六四的那樣的手段 是太過頭了 所以我們共產黨也認為中國大陸 並不像台灣擁有高度的政治上的自由 可是我們依然認為 中國大陸有這麼多的缺點 共產制度有這麼多缺點 中國大陸也不是一個民主的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可是我們依然認為 為了兩千三百萬人的利益 為了兩千三百萬人的永續的發展 台灣跟中國大陸 是要維持政治關係 要維持官方的溝通的環道 維持國民黨那時候 試著建立了陸偶會 跟對方國台辦之間的熱線的電話 是要維持那個的 不是因為我們喜歡中國大陸的制度 或者追求跟共產黨統一 而是為了兩千三百萬人的福祉 為了兩千三百萬人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阿富汗的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內部不團結 我們台灣現在慢慢出現這種跡象 民進黨不斷地指責國民黨 說我們自己是中國大陸 說我們擠著跟中國大陸同 說我們是中共同路人 民進黨在製造分裂 真用鋒都可以利用阿富汗問題 在責備國民黨 所以誰讓台灣內部不團結 誰在不斷地指責分化台灣的社會 指責在野黨 我就是民進黨 所以其實阿富汗的問題 很大的程度是敗在他們內部不團結 民進黨要記住這樣的一個教訓 不要為所欲為 即使小小的疫苗的問題 民進黨都是異異孤行 在破壞台灣內部的團結 當你不尊重在野黨的時候 其實你在指責在抹逢在野黨的時候 事實上你就在破壞團結 OK 我不知道部長要不要補充一下 如果沒有我們開放給記者問問題吧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想請教一下三位怎麼看 我是那個華語新聞的記者 那我想請教一下三位 這個問題我看 塔利班的這些首領 恐怕都還不能夠完整地回答 因為它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情勢 它真正的關鍵不是 有沒有辦法成立一個政權 然後擺出它的治理團隊 而是在於面對仍然四分五裂的阿富汗 境內的各方的勢力 我們講阿富汗已經是一個失能的國家 是一個failed state 那麼如何把它帶起來 是有相當相當的困難度 那麼所以成立一個政府 不難 但是要讓那個政府能夠做出 跟原來的阿富汗政府 或者是以前的塔利班政府 不一樣 改頭換面 這個需要時間 因為新的阿富汗的政府 可能面臨最直接的問題 就是與西方 包括歐盟跟美國 中間很大很大的猜忌 以及不信任 那麼所以阿富汗又必須要重建 所以我才會 在那個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塔利班的代表團去 去天津造王毅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有自身的把握 7月28號見面的時候 那麼 當然會期待 目前最有可能 提供 從外部提供 這個塔利班政權 相當支持的 尤其是財政 經濟上面支持的 可能也只剩下 中國大陸 比較大的國家 那麼所以 他如果沒有辦法 讓經濟秩序 讓社會穩定的話 成立政權 他本身的這個 很可能 問題通通通都存在 這些包括 難民會不會往外跑 他是不是還用 基本教育派的言行去 他是不是能夠 讓已經非常低的 赤字率的 二十年戰爭 學校都關門的情況之下 能夠重新把教育體系 建立起來 這些才是他要 他都要錢 所以新的阿富汗政府 當然需要外部的援助 那麼我們 覺得就是 這個新的阿富汗的這個政權 可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才能夠讓外界看清楚 就是說他的本質 他的能力 以及他的整個 治國的這個意圖 發展的意圖 那才能夠做判斷 現在言之過早 我補充一點點 第一個 我覺得是有變與不變 變的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 他們這是新的國名叫什麼 叫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你要知道他二十年前 他被打敗的時候 之前他所用的國名是 阿富汗伊斯蘭國 我個人在猜想 為什麼加酋長國這三個字 在這種妥協 進行內部的妥協 因為塔利班的主要的支持者 還是最大的族群 佔阿富汗人口 百分之四十二人 普神圖人 但是塔吉克的也佔了百分之二十七 哈薩拉人佔了百分之九 土庫曼也有百分之三 愛馬克也有百分之四 所以這是很大的 還有其他的少數民族 所以他是不同的族群的人 族群的一個阿富汗 我認為這次他 所以這麼快的 在最後的階段 就佔據了整個阿富汗 最重要的他得到其他的部落 他們的支持 透過協商跟妥協 所以本來反對他們 塔利班最強大的力量 是所謂的北方聯盟 就塔吉克他們這些人 北方這些人 這次北方聯盟 完全一夜之間就導向塔吉克 塔利班 我認為他們也做了妥協 這個國民就是個妥協最好的象徵 加上酋長我 酋長就是各族群的 各民族的 你們的部落 你們的領導人 這叫酋長 所以如果他是試著改變 就是說塔利班 決定內部要更加的妥協 放棄了當年那樣的 強烈的排斥其他部組 其他部落 其他民族的那樣的一個 激進的一個做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知道他為什麼打仗可以撐20年 你認為是他們自己的錢嗎 他們是屬於屬 回教裡面的 伊斯蘭教裡面的蘇尼派 賓拉登 是沙烈阿拉伯人 沙烈阿拉伯人是蘇尼派 所以蘇尼派的國家 包括這個卡達海灣這些國家 其實都是偷偷的在接濟塔利班 因為宗教的因素 他們很討厭 什葉派 所以他們去支持蘇尼派的 原因是為了自己的 教派的勢力的拓展 所以他們這些人 還有對巴基斯坦 尤其是巴基斯坦 各位想想 那賓拉登最後在哪裡被殺了 在巴基斯坦 為什麼 因為塔利班 一向跟巴基斯坦的情報組織 有非常密切的來往 所以塔利班最後是得到了 巴基斯坦的情報組織的掩護 才能夠在巴基斯坦 躲了這樣子的久 所以這些國家大概都不希望 阿富汗的內戰持續 阿富汗變成塔利班 或者凱達組織 輸出所謂的革命 輸出暴力的這樣一個基地 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戰略利益 因為美國會找他們算帳 因為美國已經在杜哈 跟塔利班達成的協議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阿富汗你塔利班不准 激進的這些政權 激進的勢力 尤其是凱達組織 在你這裡發展 然後在你這裡當基地 然後輸出暴力 輸出革命 不允許 塔利班在上面簽了字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 會有所變化的地方 而且他們最終還是要解決民生問題 這個就是為什麼 塔利班他們要發表聲明說 謝謝中國大陸 在和談的過程中 他們所扮演的角色 因為中國大陸都有參與 像伊斯蘭馬巴德 巴基斯坦的首都 那個和談 巴基斯坦是參與的 而且在卡達的那個會議 中國大陸是有派代表的 然後和談其中 還有一次是在北京舉行的 所以這個塔利班的代表是直接走進中國大陸 外交部裡面的 所以中國大陸在和談的過程中 是要扮演他的角色的 所以塔利班是感謝 為這個感謝 據中國塔利班也說 希望你中國大陸呢 支持我們發展經濟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 所以這個當然是 不會改 會有所改變的地方在這裡 就會變得比較溫和 比較的侵略性比較少 但是不變的地方 就是他跟凱達組織的關係 凱達組織跟他們有教派的相同 就是蘇尼派 我剛剛講的 第二個呢 就是他們長期並肩作戰 對抗俄國 取得政權 過去20年 對抗美國 凱達組織 跟這個 所謂的 這個 這個 塔利班是堅決做在一起 美國人希望塔利班跟凱達組織保持距離 可是這個效果顯然並沒有彰顯 在很多地方你還可以看得到 在過去20年 凱達組織跟所謂的塔利班 是公開露面的 不機會公開露面的 而且並肩作戰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些激性組織 當然還有其他組織 比較著名的是凱達組織 他們如果不放棄那種 所謂的革命造反 輸出暴力 對 那樣一個極端的 伊斯蘭的思想的話 那 塔利班 就有可能會 某種程度 容忍姑息 他們在利用阿富汗做基地 在拓展他們在全世界 特別在中東 甚至東南亞 像印尼這些 還有非洲的這樣一個勢力 這個就是美國害怕的 剛剛黃教授也講了 結果如何 我們大概只有等著看 外界所能影響的 看起來也不是那樣大 不過中國大陸的確未來 是有可能在阿富汗的整個發展的過程中 會扮演一個 蠻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原因是 巴基斯坦就是一個牽牽制 好 各位記者還有沒有 朋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 好請 想補充請教一下歐部長 就是怎麼看就是說 拜登現在兼職撤軍 這個美國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不過有一些國家有反彈 那您怎麼看就是說 如果要承擔這個責任 你覺得拜登政府可能會做出什麼對策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拜登針對這個神學師的政權 還有阿富汗的政治領導人或者是政府軍 未來可能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那另外兩個問題想要請教領域方委員 就是說 目前中國接手這個阿富汗的這一個 現在的證據嗎 那想請您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中國為什麼現在會第一個 承認神學師的政權 那您怎麼看他們現在兩邊的關係 那還有他們未來可能會採取什麼樣的 合作方式來達到他們最高的利益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就是說現在有最新消息就是這個 布林肯已經有跟這個王毅有通過電話 那不過中國事後發的這個聲明其實蠻酸的 說這個美國不可以一邊打壓 一邊希望中國配合 那您怎麼看美國怎麼應對 謝謝 就是說拜登現在撤軍嘛 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錯 那有一些國家其實是有反彈的 那您覺得說 美國怎麼樣去反應對於這些國家反彈的一些情緒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拜登他們未來對於神學師的政權 或是阿富汗現在的政治領導人或是政府軍 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會啊 美國政府第一次啊 呃 呃 這個 違對他的國際承諾 嚴重影響他這個 這個 國際性的情況下 做了這個 這個 財經的這個 這個 決定啊 啊 他事實上已經 國際社會有很多負面的這個 這個 批評啊 啊 甚至他國內 國內的這個 這個批評也非常的 這個 這個 嚴厲啊 那麼 我相信他 所能承擔的就是啊 我是做了這個決定 那麼呢 我對這個事情負責任 啊 但是 就美國利益來講 他還是要這個 這個 重新 建立 國際社會對他的這個 呃 信任 啊 剛剛我們這個 黃教授也講的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啊 但是呢 他現在承擔的就是 我是做了這個決定 啊 但是呢 呃 是影響我的身心 但是 我還是啊 會努力去啊 這個 重建 呃 對我的信任 那麼這個 這個 對這個 這個 新的政權啊 我想這個 呃 美國這次撤出啊 呃 已經看出來 他的這個 組織能力啊 這個 呃 行政效率是非常差的 啊 這個撤出這樣子 這個 糟糕啊 啊 再加上這個 他跟塔利班這些 這麼長久時間的 這個對立 啊 啊 所以相信 美國政府對於 塔利班這個 這個 政權啊 以後可能啊 呃 影響力啊 啊 是 會減到最弱 尤其是啊 這個 呃 這個 塔利班這個 這個 歷史上 跟俄國中國的關係 比較密切 當然俄國在 塔利班也 甚至大虧了 但是呢 就 地緣政策來講 這個 呃 這個 呃 江都的問題 事實上 長期以來 也很多的江都啊 都 呃 受到 阿富汗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掩護啊 保護 所以呢 呃 我方也提到 可能這個 這個 中國大陸啊 需要 加強跟他的這個 關係啊 進行他的優力啊 免得這個 這個 江都啊 繼續啊 得到 這個 這個塔利班政權的這個支持 所以 就 對 塔利班新政權來講 不像美國的這個 這個 影響力啊 可能會啊 呃 降低 嚴重的這個 情況呢 這個 只要看看 中東 其他的國家 啊 這個 是美國盟邦的 中東國家有幾個 所以呢 美國在 中東可以說是 啊 一再失去啊 他的這個 呃 影響 影響這個 範圍 影響力 所以我相信 對於這個 新的這個 這個塔利班 這個 台灣政權的話 美國啊 大概是 不會有這個 有可能啊 繼續啊 採取什麼樣的 措施啊 來加強跟他的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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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部長喔 我這樣說 我覺得 中國大陸 對阿富汗 現階段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 是防衛性的 主要還是防衛性的 就是 江獨的問題 因為曾經 江獨 有跟這個 呃 全心全意 想要做的先階段 就是說 要切斷 不要讓 阿富汗的 這個塔利班 恢復對江獨的支持 這個很重要 而這一點呢 這個塔利班的特使啊 他們政治委員會的那個 那個 那個等於是主席 啊 也 很坦白地告訴我這個 啊 王毅 他們是有發表聲明說 他們不會這樣做 他們不允許 任何的 這個 啊 啊 這個 就是 呃 外來的勢力 在阿富汗這個發展 然後去這個 啊 破壞中國大陸的這樣一個 啊 領土的完整 他發表類似這樣一個聲明啊 所以 對於北京來講 他現在就是 就是 沒有辦法 承受這個 新疆的這樣一個動亂 他在新疆 這一系列 這一陣子 採取很多政策 被西方 所攻擊 他的目標 其實就是要斷絕 所謂的 張獨的這樣一個 他只能仰賴中國大陸 的經濟的援助 因為俄國的經濟力量也不強大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 有他的戰略的考量 啊 這個可能就是希望 藉這個機會 去 討好 安撫 或是 強化他跟 塔利班這樣一個政權的這樣一個關係 而目的 他是防衛 防衛性的 那 未來長遠 要怎麼去 啊 就是美國的這樣一個反應嘛 你剛剛講到 他是很酸嘛 是不是 對 這是很正常的啊 因為中國大陸覺得 你美國用盡收了 力量拉入你的朋友 一起來對付我嘛 可能這時候對我自己有所要求的 我覺得 為什麼 布林肯要打電話給王毅 我記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美國整個在 阿富汗的撤離的行動 非常不順暢 如果沒有塔利班的合作的話 會非常的困難 因為你這麼短的時間 美國還有幾千名的 美軍的翻譯人員 還有跟他們合作的情報人員 和這些一些官員 還有他們的家屬 美國承諾要把他們撤回到 美國本土去 但是這個行動 這個撤離的行動 整個被打亂了 來到八月底 才要完成這些撤離的行動 可是現在到八月中 就已經沒有辦法執行 這現在很多 因為整個阿富汗全境 已經被塔利班所控制 包括科普爾 這些人如何能夠 而且每一個街道 你們可以看到 科普爾的這個街道 每一條街道 每一個轉角 都有塔利班的士兵 背著槍武裝士兵 在那裡要防守 在那邊檢查 所以這些人如何能夠 帶著美國的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文件 然後要一路前往機場 然後離開 不可能 連美國大使館都被佔領了 所以美國大使館 已經移到這個 科普爾的一個機場去辦公了 所以很難更不用講 科普爾以外的那些城市 那些地區 美國想要運送的人 想要帶走的這些的人 他們如何裸走得了 對不對 包括美國的一些的 可能必要裝備要帶走 你要運運走 要從科普爾的市區 要運出來 這個大家都會受到 很大的阻擾 所以我覺得布林肯 是很務實的 也不得不去拜託王毅 轉請塔利班 網開一面 讓美國好做事 可以順利的完成 要不然像有人 探上飛機 然後在高空掉下來 火火摔死 這種場面不斷的出來 美國是很丟臉的 這麼多的難民 圍在這個機場 擠著都要出去 這個是美國面子上 真的是掛不住了 美國的形象 不僅在國外 在國內都嚴重的受損 他想要減少這樣的畫面 想要快速的撤離 離開 所以需要中國大陸協助 你也可以看得出 在美國心目中 中國大陸現在在未來 阿富汗新的政治局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看起來還是一個布魯夫斯的角色 好 就這樣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教授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問題 路 那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好嗎 OK 今天是提問 想請問一下歐部長 那個2010年海滴地震 然後在馬政府任內 我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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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美國去 中轉加油後 他經由多名 加到海滴 14人到救援 那 昨天明明是民間的 收救團隊去 就被拒絕了 那 這方面是不是有什麼 形式上的差異 我們對 不只是 邦交國 這個 甚至無邦交國 我們也 這個 但是這些國家發生 這個 現在的時候 我們都會 基於人道的考量 給予援助 那更何況 海滴是 我們邦交國 我發現海滴 是 全世界 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好像 這個 排名是 一百六十幾吧 全世界 一兩百個國家 但是它 這個貧窮程度 海滴是 第一個獨立的黑人國家 不只是在中南美洲 全世界 第一個獨立的黑人國家 就是海滴 但是呢 海滴很可憐 在這個 這個 那麼一個島上 呢 好的 比較 比較 然後 那 附近的 四分之三土地 是 屬於 東美尼亞 那麼 屬於 海地的呢 就是啊 那麼一小塊呢 這個 這個 山區 完全 沒有辦法 這個 發展 它的發展 受到滿大的限制 所以呢 它長期以來 都是啊 這個 呃 需要啊 很多國家 包括國際組織的援助 啊 那 我們是在 海滴 有 很多的合作計畫 啊 可能是 這個 計畫的 這個 金額 會超過 其他的國家 那是因為它實在是 呃 太 太窮 啊 那麼 有一些計畫 事實上有時候我們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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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國際組織 或者是跟美國合作啊 來進行的 啊 事實上海滴這個 我們的援助成效還 很好 這是為什麼 我們到現在還 還是能夠維持跟 海滴啊 這個 邦交的這個 呃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 是想請問說 就是 當 就是馬政府 我們是可以派過去 然後他們 是有接受 接受我們人道救援 那 昨天我們是派民間的 呃 收救團的過去 但是是被拒絕的 那 你說被海力政府 拒絕 對對對 我 我 我 沒看到 這個 真的 很奇怪 這個 呃 你對民間的拒絕啊 呃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 假如說他對 我們官方的拒絕的話呢 那可能是 我們就要 呃 小心了 啊 我在部裡面 當然這個司長 市長部長說 都是一樣 哪一個邦交國啊 假如說我們要提供援助給他 他說沒興趣 不要的說 我們就很緊張了 啊 因為他可能就是啊 準備啊 呃 改向 呃 北京去 要求援助啊 啊 但是民間他 拒絕 我想不住他 原理所在 啊 無從回答 謝謝 對對對 我那個黃教授的建議不錯 他說 你不妨去問一下吳釗竊 要不然我就 問一下黃偉哲 聽說那個 那個民間是台南市嘛 是嗎 是嗎 是吧 呃 要不然那個 救援隊應該是 如果我們 聽說應該是 黃偉哲 台南 要派 對 那民進黨執政的 台南市 碰到民進黨的中央政府 碰到民進黨的外交部長 這個我們國民黨很難替他們回答 對 對 好不好 這個 謝謝大家 這個 我想這個政局的改變 變化是很大的 那 說不定我們過一小陣子 大家就在這邊初心見面 談一談 這個阿富汗的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